俄乌分别表示,目前都不想谈判 前两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外表示说 有不少乌克兰的盟友现在正在向他施压 让他回到谈判桌前,尽快跟俄方达成和平协议 泽连斯基之所以这么说,其实潜台词非常明显 就是说,虽然有人想让他和谈 但是乌克兰方面目前还不想谈 泽连斯基刚刚说完这话 昨天他的总统办公室主任博多利亚克就公开发文说 不可能在现在与莫斯科进行谈判 基辅对任何的停火方案都没有兴趣 因为在他看来,在目前的情况下 任何停火和冻结俄乌冲突的方案都只意味着一件事 就是俄罗斯取得了实际上的胜利 这个是乌克兰方面不能接受的 同时呢,博多利亚克还强调说 乌克兰现在不需要谈判 只需要更多的武器、导弹还有飞机 博多利亚克作为泽连斯基的办公室主任公开发文这么说 也就代表了泽连斯基 也就代表了乌克兰政府目前的基本态度 就是说,如果俄军不撤 那么乌克兰也就不谈 乌克兰人的态度很强硬 而俄罗斯人也几乎在同一时间也发出了同样强硬的声音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 明确表示说,目前还没有理由跟乌克兰政府就解决冲突来达成任何协议 并且可以再预见的未来 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 那佩斯科夫的声音也就是普京的声音了 意思也很明确 这仗得继续打下去 不打到乌克兰人彻底妥协就不会停 那怎么才能算乌克兰人妥协呢 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给出了明确的内容了 昨天扎波罗娃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详细列举了俄方的条件 归纳起来就是这么几条 包括乌克兰你得保持中立 不结盟和无核状态 乌克兰要去军事化,去纳粹化 要承认乌东几个州并入俄罗斯的现状 要保护乌克兰境内说俄语的公民权利 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显然俄方的这些条件跟乌克兰的要求 差距实在是太远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算是双方坐下来谈 也肯定谈不出一个什么结果来 此前我们就说 俄方一直是非常想恢复谈判的 同时乌克兰方面也承担着不小的压力 各方要求他停火 那为何现在俄乌双方又不约而同的 发出如此强硬的态度不谈了呢 那这其中的原因说起来也挺简单的 就是各自都认为他们现在可以争取更好的条件 各自都认为在掌握更多的谈判筹码之前 现在就坐下来谈判 未必有利 对于乌克兰人来说啊 虽然这两个月的反攻打的不好 基本没啥进展 但乌克兰还有一些战略预备力量 并没有完全投入战场 美国北约在那儿的军事援助 还在源源不断的过了 就在这两天 你看法国德国的远程巡航导弹 又要援助过来了 乌军的无人机 无人艇也在不停的袭击俄罗斯的本土 乌克兰人认为啊 现在他们还有很多的攻击手段 可以争取更多的 更有力的战场优势 而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啊 他们的看法跟乌克兰方面恰恰相反 前天俄军公开宣布说 俄军已经全面掌握了 俄乌冲突的战场主动权 在俄军看来 虽然乌军在加布罗尔方向 还有那么一点攻势 虽然乌军还有一些 对俄罗斯本土的骚扰性攻击 但这些其实都无足轻重 俄军不仅已经遏制了乌军的整体反攻 并且还集结起好几万部队 在卢干斯克方向再度发起攻击 而且俄军在境内 至少还有20万以上的部队 还没有完全投入战场 并且俄军还拥有更多的武器装备的生产 包括无人机正在大量的投入战场 俄军在战场上的优势在不断的扩大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俄方认为既然乌方你还坚持 要我俄军先撤出这样的条件 干脆就在战场上打出个更多的战果 等到那个时候再谈也不迟 那么这个就是目前俄乌双方的各自心态 而这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乌克兰方面的心态 如果美国西方还是这样持续不断的援助下去 真的要让乌克兰人流进最后一滴血那样的打下去 那这谈判要想恢复还真的挺不容易的 谢谢大家